你们继续挖,我在旁边守着 等挖完再继续跟置我 我负责帮你们探测矿石 按照这样的效率 应该很快就能挖完了 我真挖到底下呢 还有玛瑙和别的矿石 择日不如撞人 那就也都一起挖了吧 后面应该会用到 我这边挖了20多个矿石 你们有多少 我感觉应该够了 大黄峰那里有20多个 我只有3个 而且还有2个物金块 目前矿石资源还是挺丰富的 那咱们先回去做双能量剑 再来打石巨人吧 你们觉得怎么样 还是说先去别的地方 我觉得可以回去作王双剑后 先去找雪山 然后打冰影巨魔 把质量与法杖也给拿了 再回来打石巨人会更好打 我觉得小时机的想法不错 那我们先回去空岛整理一下 顺便做点武器杀的 走吧走吧 那我先走一步 你们抓紧跟上 我来了我来了 终于再次回到空岛 接下来就可以升级我们的武器装备 再增强一下实力了 你们随有炉子 先放个炉子出来 我们得把刚才挖的物金给烧了 然后准备做双能量剑了 我弄了两个炉子在旁边 你们直接双就行 多做几个炉子 效用率就更高一些了 好的大黄蜂 矿石杀完后 我就可以来做能量剑了 好期待双能量剑的威力 到底有多厉害 又有什么更特别的招数 忘记能量剑的制作 还要创造晶体了 我这里数量不够 我先去下面 找找看哪里有虚空使徒 找点创造晶体回来 行大师兄 你注意安全 我刚好有四个创造晶体 够做两把 再来做两个黄虫棍 就大功造成了 好了 我有两把能量剑了 不过现在还融合不了 我和大黄蜂也一起下来 找找哪里有虚空使徒 我这已经找到两个了 空岛底下 还是很好找虚空使徒的 估计一下子就能看到一群 放心我实力很好 跟着我准没错 让我来看看 哪里有虚空使徒 算了算了 还是分头行动的效率比较高点 大黄蜂 你继续在这找 我去另外一个方向看看 我的直觉告诉我 那里有虚空使徒 我这边还是挺好找的 至少已经找到两个了 到时候你们要是不够的话 我这里也能给你们 虚空使徒我这还没看到 倒是也能看到很多 我到树上高一点的地方看看 到底都躲到哪里去了 找到了 终于还是让我逮到一个了 还是有些难找啊 我空岛是已经打了六个了 小师弟我来你那边看看 我感觉你那里空岛底下 估计找的更快呢 我打了两个 那你快来吧 这里黑黑的 可能确实会更容易找到 这不我又看到一个虚空使徒了 当封眼睛确实好 感觉才过一回 你就打六个了 我这找了半天 也才找到几个虚空使徒 不过我也够了 先回空岛做两把能量剑先 我能量剑已经做了两把 就不需要太多的创造晶体了 目前就差融合才需要的能量 刚好刚刚打的几个虚空使徒 也应该够用了 那小师弟你也快回来吧 我已经在空岛这里了 我先来取点雾金 那我直接开始融合了 出来吧 我的本命武器 双能量剑 嘿嘿终于得到了 我要赶紧找个地方试试威力 大师兄你快看我 我这双能量剑的攻击特效 也太帅了吧 虽然没试试伤害怎么样 但观看着就感觉很猛 看来小师弟的实力 硬要大大增长了 到时候打Boss 那可就得看你了 毕竟你可是双能量剑专家呢 小师弟你也别太兴奋了 我好怕你一个没注意 把我给砍死了 这双能量剑的伤害和范围 相比其他的武器 可是大大提高了不少 放心放心 我还是能掌控好自己的 这可是我的本命武器 怎么会出现杀队友 这种低低失误呢 我看小师弟这砍来砍去的 也是感觉非常的慌张 生怕给我看死了 毕竟小师弟杀队友 可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快停下来小师弟 我当风没有铜 你先丢点铜给我们 行我这就来丢给你们 我差点皮革做护甲 大师兄你也给我点皮革用用 好了好了 这下材料就够了 可以开始做双能量剑了 全员都用双能量剑 那接下来的Boss可就要倒霉了